那我们现在回来说点那个关于经济上面的事情吧 反正现在这个疫情对全球的经济肯定影响都很重 然后就看看对新西兰的这个经济的影响吧 就是国际的那个评级机构就是那个目的 最近他发了一个那个就是报告 报告中就是说已经将这个新西兰银行的体系 本身是从那个前景很稳定 现在呢改成了前景很负面了 给就调整到这个级别了 那原因也很简单 肯定首先就是因为疫情 疫情的话削弱了绝对是2020年的这个经济的增长 它肯定是走一个下滑的状态 然后这就会导致了一些这个就是贷款违约的这种增加 然后另外呢贷款利息也是一直在下降 现在好像贷款利息的话 我不知道贷款是多少 银行现在存款的利息很低了 现在好像是2点多非常的低 然后呢3月份就是ANZ银行它有一个那个前景的调查 就是说企业的那个有一个信心指数 它就是暴跌了45点到了负64点 就是已经接近了历史的最低点最低记录 27%的那个公司预期就是自己的商业活动就是非常的减弱 下降了39%那么多这个是1988年就是有记录以来是最低最低的时候 零售业的那个信心指数就是从之前的正15然后直接暴跌了56个点到那个负41 然后服务和建筑也那个下降了40多个点啊 那经济这么差我们肯定担心的存款啊 这个存款存在银行里大家都会想着 哎呀我这钱能翻多少倍啊 呃咱们先不说翻倍吧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钱存在银行里了 可能大家都不会想银行倒闭了 这件事对吧 但是如果银行倒闭了呢 在新西兰现在目前是这样 如果新西兰的银行倒闭了 其实早年间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的钱就是打水漂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钱存在新西兰的银行里 新西兰因为某些原因它的银行倒闭了 那这个时候人们是必须要接受这个缩水的 那当然有不一定说真的是一分钱回不来 但很有可能你存进去的钱和你拿出来的钱是少的 就你拿出来是比你存进去的时候是少的 但是这一点是必须接受的 但是目前其实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金盒组织里面 目前只有是新西兰和以色列 没有这种存款的保险制度 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钱的话 是不是要存到银行里呢 还好没钱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 一个房产中介吧 新西兰很大的一个房产中介 然后它三月份呢就是给出了一些数据 三月份整个的这个房价居然是望上涨了 而且它是就是历史当中涨幅最大的一次 主要原因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有很多的那个高价的房被买卖吧 或者是大家在这个时期想去买入一些房产 然后做一些储备等等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市场是怎么样 现在目前奥克兰的均价已经达到了99万 新西兰元挺高的 中位价的话是92万左右 我这些都说的是左右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 关于一个澳大利亚人开的家居店 这家家居店呢在新西兰开了39家分店 特别多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 然后在疫情期间呢 我就看他天天那么大的地儿 就是完全性的不开门 我就心想这房租可怎么交啊 结果今天就看到关于说这个的 就是说这个家家居店呢 直接就跟房东发了个信 就说反正疫情期间 我们现在交上房租 疫情期间我们都不会交房租的 24小时之内 如果房东没回复他们 那么这就是默认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默认房东你同意了 反正目前新西兰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呢 这还不是个体啊 你想这是要是个体啊 像餐厅啊什么的 肯定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看那天去那个购物中心 全部都是空的 然后大家所有的店都不开 好吧 那我们看看待会在我上面消息 我再来跟大家聊 拜拜